好接着国际的最新消息我们要看到 由于受到了战争阻碍跟谷物无法出口 经过联合国等各方的协商 俄罗斯跟乌克兰达成协议 现在在黑海特定的三个港口确定重新启用 不过俄罗斯依旧持续发动了攻势 周三宣称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的第二大发电厂 这是乌克兰的总统顾问 在访问中证实了这项消息 显示俄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似乎有所斩破 波志明乌克兰的顾问也表示 俄罗斯现在怕乌克兰会反攻 似乎从各地来集结部队到南部 针对三个重要的地区来部署军力防射